Hello 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集介绍一下天能动力819 今天升7.4% 成交量非常之多 再次在高位突破 突破了 6月底 那时候高位是 9.12元 再次突破 最终收尾是9.3.9 成交量非常之多 其实股票在底部 完成了很大量的吸丑 那我们可以用眼看见到 3月 在投资的位置非常之大量 周线图或者会更清楚 那这些是一个非常之 清晰的一个捞底形态 那一个就是吸丑量 不平的一个增加 底部有反弹 那这个是周线图的 级别的 那其口就是缩窄下来的 如果你是捞底性的一个入场 可以选择一个这样的 部署策略 底部有出现大的 洋竹成交量 那继续观察其后的走势 那只股票由20元 跌到水平位之后 再次跌穿放量 向下的走 直至去到5.02元 那后边其实这个位置 有抗认了 它的底位其实是提升了上去 没有再次跌穿前底 而由这一枝洋竹起的话 一个当时的关节洋竹 它攀升了一个台阶上去 亦都是突破小前高 再来一枝 那这个位置又再次出现 那今天这枝 这个周线图 有望是本周的一个有效突破 不止是周线图的突破 周线图多过上一周的成交量 股价也是突破上一周 所以呢 除了一种捞底性的一个部署策量 每一次突破的时候 突破前高 作为一个入场位 还有这只股票也不是说涨了很多 5元多到现在9元多的一个附近 我们观察一下去到日线图的话 你会发觉每次上升的时候 阳竹成交量都多 那最近一直都是升不穿9元1毫子 在这个位置 那今天出现了一个买位 升穿9元1毫子的改下 周线图同期突破 而月线图也是一个关键的位置 那么多观察到月线图 保力加通到中线 也是围绕着9元1毫子 所以今天是日线周线兼月线的一个突破 除了技术图的分析之外 我们看看这间公司近期有什么新闻 据央视财经报导 除了光复市场的火热 对于储能的需求也持续增长 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那最近都是比较热炒一些新能源汽车股 那催生出对电池的需求持续增长 那公司作为原宣行业的全球龙头 原宣业务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都是公司的基石业务 那里电业是公司的成长业务 目前也是处于一个产能的一个扩张期 那中信证据也认为 预计未来五年全球的储能市场 复合增长率会保持60%以上的一个增幅 那技术图位不错 有这个消息面的支持 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底部破底盘 一线图都可以看得到很清楚出来 那支持一个横线区 自从从这一下阳烛起 这里是凹了到一个地方 回上来的 有一个破底盘的一个形态出现 下一集我们上网高一点的话 可以看回之前的这个列口的这个位置 大概是11元左右 如果有持货的朋友可以先看着这个价位 那指涉位会以这个横行区的底部作为指涉 那今集关于天能动力819的分享做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